首先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其实这个程式的部分的话,第一个就是BMI 它的公式,如果要得到BMI,那就是 当然我要先取得什么?取得身高,然后再取得...先取得身高,取得体重 然后带到这个BMI的公式里面的话,就是把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OK,那假设我需要这样的一个结果,最后的话,当然第一个我会得到一个BMI 利用这个BMI的结果,再去判断说,到底你的体重是符合哪个标准 比如说我今天假设,我输入一个身高,其实这个是一个JavaScript的程式 体重的话,比如说像这样,然后开始计算 那会得到一个结果啦,不过这个JavaScript的程式,它只做前半段而已 也就是说它算出那个有关这个BMI的指数 但是它并没有做这个计算 OK,那如果说我今天的需求是这样 我希望得到的结果,就是 能够得到就是像这样,就是 就是还甚至有一个 这个固定的格式 就是说我希望呢 输出的结果,假设上面是输入 输入这个跟输入这个 然后输出的话呢就是 必须呢,前面再加上双引号双引号 然后BMI帽号 那把那个什么呢,我们的BMI结果 取到 小数点的第二位 所以特别注意要第二位 这个地方的话 会需要利用那个格式化 也就是说里面,我们Python里面有一个format的一个function 它可以帮我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然后并且 我假设需要换行 所以之前我们讲过那个 就是推移资源里面有一个反斜线N 如果我今天希望呢 后面再帮我把那个什么 评语给带出来 所以评语 到底呢 它的结果 应该是 符合哪个标准 当然 以这一题来看的话 怎么样符 所以 第一个 我们需要输入 OK 输入的话呢 就是把 体重升高 先 这个取得 那取得的方式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到 第一个的话 请各位先开启一个新的 新的文件 OK 比如说我这边已经有一个 已经做好一个 我先 大家来讲一下 首先的话呢 第一个我们可以开一个新的 新的一个文件 然后 再来的话呢 我们首先 第一步呢 就是 得到两个资料 一个是身高 一个是体重 所以如果我今天需要 取得那个身高部分的话 那当然我可以在前面加一个变数 变数名称的话 我取叫h好了 h等于 后面的话呢 我上礼拜有讲到 就是说如果你要输入资料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样 可以用input input刮弧 里面的话呢 就可以跳出 一个叙述 就是 让使用者知道说呢 需要做 什么样的资料输入 那这边有跳出请输入升高 但是问题呢 我们输入之后的话呢 会有个 问题就是说呢 输入资料的时候 input的 取得的资料会是一个文字 OK 所以input 这个 这个function 它取得 是一个文字 文字如果你将来要拿来计算的话 那会出错 所以特别特别小心 而且input有时候都会忘记说 它里面取得是一个文字 所以呢我们势必 需要做一些事啦 当然我们可以用int嘛 比如说我在外面可以包个int 刮弧 OK 刮弧之后的话呢 后面再加个后刮弧 那当然这个时候的话呢 它就取得 身高部分 可是喔 身高的话呢 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假如说它输入的是 一般习惯 除了整数之外 有的时候你量身高 会量到小数点第一位 比如说 170.5 那如果说你假设输入170.5 然后外面如果是用int来转换的话 那会很抱歉 他最后得到h里面 他就会把那个 17.5的部分 帮你去掉 也就是只剩下170的部分 OK 那当然就不OK 那怎么办 我上一半有讲到 你就可以把int 改成float float的话呢 那他就会帮你保留小数 点位数部分 OK 所以第1个 那第2个的话呢 一样 请他输入体重 所以呢 假设呢 我们用h 取得那个身高 w 这个变数名称 自己取的 然后呢 取得体重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 套用什么 套用bmi OK 那bmi的公司 就刚刚讲的 就是 体重 除以身高的平方 OK 那上一个里面讲到 那个算数运算值里面呢 算平方的话 其实相当简单 也就是说你后面加两个乘号 乘乘2 就 表示 平方的部分了 那当然呢 我可以再把什么 把这个bmi 给print出来 OK 也就是说我这边 假设好把这个结果给print出来 那当然就会得到我们要的结果 比如说我第1阶段 就完成 那我输出给各位看一下 比如说我这边呢 把它run一下 升高 假设一样 输入170 Enter 这个时候的话呢 当然他就 就取得 放在h里面了 OK 不过因为经过flot的关系 所以他后面会变170.0 他有小数位数 然后呢 这边的话 57.5好了 比如说我这边 这样子 小数点 然后 再来的话呢 就有产生 h 产生w 然后呢 再把这个 两个变数带到这边之后做计算 取得bmi 并且帮我做print 他就会帮我把 最后的bmi 给print出来了 OK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得到的结果 你会发现 嗯 有点怪怪的 为什么 怎么会是 小数点 0.0019 好像似乎跟我们理解的有个落差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各位可以 看一下那个bmi的相关说明 这个bmi说明里面 其实他有个重点 他这个地方的话 身高部分是公尺 而不是 公分 OK 跟我们一般理解不太一样 所以怎么办呢 那我们可以 直接 把那个 升高的部分 因为输入的时候 假设170的话 4B的话 你必须要把它 把它变成公尺 所以这边的话 除以1000 除以100 可以除100 除100之后的话呢 再做bmi的计算 这边我们来看一下 执行一下 请输入 这个时候的话 170 170.5好了 那他就会帮我转成flot 170.5 会留下来 那再除以100 OK 然后呢 把它先存在h 然后再 56.7好了 OK 然后Enter 就帮我把bmi结果给print出来 那你会发现 因为他有小数位数 而且蛮多的 那我刚刚有提到 如果我今天只要取到小数点的 第2位的话 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把那个 有点像是在Excel里面 你如果要取到那个小数点位数 当然我们在Excel里面是直接按那个 这个 减掉那个小数位数 或者是直接两位数就可以 可是在那个python里面的话 当然没有这么方便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取到小数点的第2位数的话 特别注意 我需要在这个bmi的资料 外面呢 再包一个 一个function 这个function非常重要 就是format 把它格式化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那个 bmi的计算 先做出来 待会我们再来讲 如何取到小数点的 这个第2位数 OK 然后 后面的话呢 我们在 根据我们的需求 如果今天需要把它格式化 我现在看到结果是 bmi 冒号 24 比如点 49 就其他小数 后面的话呢 需要评语 那这个部分 该怎么做 请各位先试试看 然后把画面呢 现在还给各位